今天就是我們黎曼猜想的第四第五集 所以大家來有人希望我露臉 不過我還是不太想露 所以我就露一小點點 其實這也不重要 這是我們黎曼猜想的第五集 這一部影片它的任務是要來解決這個 大家如果看這個李永樂老師還是什麼 常常會講到這個-12分之1加2加3加4這個 ok 然後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把這個Zeta function的解析Enter 全部把它搞定 我還是開個電腦 好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來快速複習一下前四集在說什麼 我其實這個影片的 這個影片集的特色就是設計的時候 就是故意讓你前四集雖然都不看你不會怎麼樣 你只要聽我講就好 好 所以我們來快速複習 所以這個是快速review一下 就是說一開始 一開始的ZetaS是這樣定義的對吧 所以你一開始定義ZetaS的時候 這個當然只有對RealS比例大的時候會work 所以這就是大家常見的Zeta function OK 可是你後來發現就是說 所以你如果從這裡看出它跟指數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我們後面的主題 OK 那你可能這個是很難的東西 這不是那麼簡單 OK 那所以下一步就是我們的問題就是 如果要理解黎曼猜想 就是我們的目標是終極目標的黎曼猜想 OK 所以我們要知道Rhythmia hypothesis跟指數是什麼關係 那我也要了解這個 我們需要把這個Zeta function把它擴大 by extend 做一個數學上的操作叫做解析延託 And then take continuation 好 好 那前 這是第一集 這是第一集 第二集我們說什麼 第二集我們說 告訴你一個方法 是把ZetaS把它沿拓到十步大於0的部分 OK 第三集我們一直是告訴你有一個東西叫做ThetaT 它有這個升級的Property OK 第四集我們告訴你 我們可以用ZetaT來幫助我們解析延託這個Zeta function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第四集最後 最後我們得到一個公式 雖然我在寫一次 這個公式非常複雜 寫出來會出人命 OK 所以 OK 這是我們得到的公式 我們得到說呢 我可以這樣定義 然後呢 這個會等於這個 S S加1加上1到無限大 然後呢 要看一下這個 有時候很常忘記 我也對不起 就是這個-S間 我還是把它抄一下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1 然後呢 這個Side of x dx 然後這個Side of x呢 是這個-N pi 平方 T XX 從N從1到無限大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你心中的 就是你們就是利用就是那些網紅沒有辦法講出來的意思 就是這個才是真正的 Zeta Define on 就是這個Zeta呢 Define on全部的負數 扣掉一個點 就是1這個點 OK 所以這才是真正Zeta OK 那上一次有證過 就是說如果你把S帶成1-S的話 右邊這裡是不變的 所以意思是說呢 如果你令讓打S叫做這個東西的話 你會發現讓打S會等於讓打1-S 這個就是Zeta function的Functional equation 這個東西也就是Zeta function的秘密 所以你也就是說如果你接受Functional equation 如果你不想看前世集 你不想看前世集 你就把它背起來就對了 你就相信ZetaS是這樣定義 在S小於這個1的時候 好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我們要來算Example OK 那我們要算幾個 我們就算一個 算一個 算算算兩個Example好不好 那在算之前我們這個 我們可以先到維基百科一下 我這個我們先到維基百科一下 去證明我所言非虛啊 這個要有耐心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OK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算這兩個 -1是-12分之1 這個很有名很有名 這個就是某某人跟他講說 什麼什麼這個String Theory 本來可能是對的 是對的 然後-1這兩個我們要 就是1加1加1要混給-2分之1 我們目標是要正這兩個 所以我們就是讓我們今天要來解決這個科普的問題 好那事不宜遲了 就來證明來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第五獎就是Special Point of Zeta function OK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任務是我們要證明這個等值 OK 好 那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 就是說這個我已經把證明寫完了 因為寫下來會出人名 這個證明很繁瑣 OK 就是我們加一夾這個GammaS知道是這樣 知道是這樣對吧 Zeta function Zeta function 然後Pi的S12 那我們知道這個傢伙跟E-S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條式 你把它帶這個E-S OK 然後你把ZetaS顯是GammaE-S12 就把它D過去 OK 這時候你需要用到一個叫一個 第一個你需要用到的東西 你把你把它這樣寫 我你知道你把錢這樣之後是不是 你是不是先算 我們先算這個傢伙 OK 我們把這個傢伙拿出來算 那這個傢伙呢 我們要把下面的這個GammaS除以2 改成E-S除以2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用到 在負面函數論裡面的一個東西 叫reflection formula 意思是GammaS GammaE-S 會等於Pi除上SinePiS OK 那這個東西的證明呢 我還是不行 我一定要宣傳一下我的頻道 不然 就都沒時間宣傳頻道 就是說你如果去看我的這個 Youtube頻道的話呢 我快速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看我的這個Youtube頻道的話 裡面會有一些在這個complex analysis的部分 算 算了 好了算了我留link在底下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大家時間 就是如果大家看complex analysis的影片的話呢 我們這個我會有 我有一部影片要證明這個公司 所以這個需要用到就是 需要用到這個complex analysis 所以我會留那個證明的link在底下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需要 好 所以我們可以把GammaS除以2 呃 寫成是GammaE-S除以2 抽到這個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換成這一整個 OK 那你這個時候你就會出現 這個東西 然後有兩個Gamma相成 一個是1-S除以2 一個是1-S除以2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差1 2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用到一個第二個招式 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看我這個影片 你想要自己去了解細節的話 你就去把這些關鍵字插出來 這叫做 Regender duplication formula 基本上呢 這個formula告訴你 Z加1-2跟Gamma GammaZ加1-2 GammaZ加1 會等於這個 根號Pi2的2Z Gamma2Z加1 OK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理的這個第二個招式 我會使用到 就是Regender duplication formula 我這裡已經看到 我在我的YouTube裡面 有一部影片就是在講這個證明 這個證明測用到Gamma Beta function跟Gamma function 那我會把這個證明的link 也留在底下 OK 所以我已經告訴你 就是你需要拿兩個招式 OK 第一個是reflection formula 第二個是 Regender duplication 所以你看這個2分之1-2 S除以2 Gamma1-S除以2 你就把Z帶成-S除以2 你會發現它剛好就是Z加1 跟Z加1分之1 所以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你就你說你兩個Gamma function 就合成乘以 好 那就變這樣 OK 然後你一番計算呢 很努力的把Zata 全部計算完之後 就剛好知道 所以這有思想 1-2-30 OK 好 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為了講科普的 為了讓大家可以科普一下 對不對 我們竟然講一個多小時 再插插的講到這裡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一步 就來科普 我們要來解決科普 好 我們看ZetaS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的ZetaS 已經是很複雜的 就是有篩 function的那個 所以這個是已經是解析沿託 所以現在大家的這個Zeta function的 定的Level已經到達就是 一般人沒有辦法理解解 所以這是解析沿託 也就是你的ZetaS現在有一個關係 是 我看一下是不是Pi的S-E 所以是Pi的S-E2的S PiS除以2 ZetaE-S 然後GammaE-S 對吧 所以OK 好 那我們來算 讓我們回想一下 所以一般人喜歡講 一般人喜歡講這個公式 一般人喜歡講這個 喜歡把這個 我先講 所以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喜歡說什麼 喜歡說 1加2加3 4加加加 或等於-12分之1 對吧 那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假設我們叫這個東西 叫Zeta-1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相 如果你對Zeta function的了解 是並沒有解析沿託的 那你形容Zeta function就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代S是-1 他就會給你這個東西 對吧 他就會給你這個東西 那問題是你沒有辦法 這東西當然不會狩獵 所以你會這個 所以你會用 你會用解析沿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科普沒有辦法告訴你 科普的問題就是你什麼 其實你會覺得自己理解很多 可是你什麼都沒有理解 用解析沿託的值 來當做 來當做答案 這就是我 所以我想講 所以科普的問題就是 他其實是用解析沿託的值 來代入答案 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Zeta-1 實際上是-1除以12 OK 我們怎麼 我們現在已經有所有數學 所以我們就來暴力的證明這件事情 好了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把這個字給全部用完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痛苦 我覺得你寫在這邊 我覺得你寫在這個板上 因為這個可以差點 好 我們快 我最後來快速 所以我再重新寫一次 抱歉要浪費大家一點時間了 那我們現在要算-1了吧 所以我們把-1丟進去 OK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的話 至少代數字應該要會 OK 所以 這是π的-2對吧 2的-1 sin -π -2 γ2 Zeta-2 好 那這就是 這個 這個是1除以2π平方 然後是-1 γ2是什麼 γN是N-E 對嗎 就是1 就是2的時候是1 所以是1 Zet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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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除以N平方 對不對 然後加起來 所以這是很有名的1加1除以4 1加1除以9 1加1除以16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π平方除以6 OK 這個π平方除以6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YouTube頻道 在我的影片區 最近 也不是最近 你如果看到應該很久以前 就出一步這個1除以N平方 fromN to infinity without 就是用這個證明這個6分之π平方 不用任何為 只用不用任何態度的障礙 也不會使用到高等數學 只用為幾分 OK 所以這個影片如果大家非常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看 OK 所以就是6分之π平方了 好 神奇的是發生的 就是 我決定要用很大的筆 很大的顏色把它寫出來 所以就真的-1除以2π平方 乘上6分之π平方 對吧 很漂亮嗎 很爽 就算起來就覺得很爽 所以是-1除以2 所以這就是科普的真相 對 OK 那第二步我想要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答案是大家很喜歡 剛剛維基百科裡面 大家不知道應該也應該有看到的就是我們的 OK 好了 我其實不應該把它插 我來復活一下 不能復活 Shit 復活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二個 第二個egemple 這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呢 你剛看網路上蠻多人叫1加1加1加1 對不對 加加加加加加 然後最後就-1-2分之1 nice 對 OK 意思就是說呢 Gamma zeta0是-2分之1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會出什麼問題 如果我們把zeta代0會出現1除以π 對吧 然後2的0次方 那沒問題吧 然後sine0對不對 sine0 你會說他sine0就0 還算什麼 然後Gamma zeta1 可是你注意件事情就是說 Gamma1當然是1 這沒問題 可是Zeta1是Zeta1是什麼 Zeta1是沒有定義的 Zeta1是無限大 所以就會出現0乘以無限大 所以呢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你不能直接算 0乘以無限大 這個在為期分校不定期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 你不能直接就答案就是什麼0乘以無限大 你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好所以我們來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要approachs接近1 因為我知道在0點的時候他不應該有paw 對不對 他不應該有幾點 所以我讓s取近1的時候呢 1除以π當然沒問題 2的0次方也沒問題 那s很小的時候 s就是πs除以2 對吧 那Gamma還是1 那1-s 這個我在這邊特別寫一下這個重點 這個我們後面用到 對於Zeta在s 在 s接近1的時候呢 你看到的形式是1除以s-1 OK 然後加上這個 這個其他項 OK 所以他在s趨近1的時候它是個simple pole 這個我們在上次有提到 但是我沒有證明 而且residue是1 所以意思就是 那意思就是說我 不過我們現在1-s 所以1-s 我們把它帶進去的時候 它應該是-s對吧 就是對 然後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很接近0的時候 他其實要帶-1除以s 所以實際上這才是答案 你把它兩邊你就會發覺你把s消掉 對吧 然後拍拍消掉 然後呢 你就知道呢 2的零次方是1 除以2還是2分之1 乘以1 所以乘以再乘以-1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這就是-2分子 好 所以今天我們就快快的從科普的角度 不是科普 我們已經超過科普 我們知道這是-1-2分之1 那如果大家很無聊的話 可以去研究一下 而這個拍六分子拍平方 我們也剛剛也講到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高階的這個 SATA4怎麼算 比如說跟Burnure number有關的話 我也會推薦你看我的影片 基本上在我的這個playlist的裡面 大家可以找一個 OK 我有一個一堆有一個有一串video 叫做ZATA function 嗯 吵了其實我現在有點找不太懂 XX 好 不過沒關係啊 反正我會 我起這個時機我也不知道跑到哪去 OK 我在我的Channel裡面有一個 對這個 我點開來給大家看 抱歉要再用大家一點時間 如果大家真的對這個 你想要了解更多這個ZATA function的奇怪技術 比如說這個 四六四方的話是 排六除以940 然後 我這些證明都很 都是很特別的是 我不用到任何的 泰勒障礙式 也不用到任何的 呃 負比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負力的技術 都不會 OK很爽 OK 然後 對基本上這些都是你前面可以需要的一些 就是小知識 不過其實跟影片其實並沒有任何關係 好 所以今天我們的目標就已經解決了科普了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大家經過了解析研討之後 終於知道為什麼是輻射分析 這也算是我們解決一個問題 好 下一步我們要講的是next 就是我們要講這個 我們終於要講最難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講prine number 跟ZATA function的關係 這個這才這就是網紅這個個子這種網紅不敢在YouTube上放炮 因為不會這太難了 OK 這個我們下一次來講這個什麼叫做prine number跟ZATA function到底有什麼關係 OK 那這個非常難 這個需要用到一個呃 需要用到main transformation 跟一個呃 負便裡面你不會學到的東西叫prine number OK 然後如果你繼續再做的話呢 就會到解析速論 Adenative number theory 如果你很厲害的話就變成討著學 就你可以去讀更難的東西 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都會我會盡量就是用 小心大家有讀過危機分啊 或者是對工程數學還是什麼 至少你的理解程度到某個境界 那假如你理解程度到某個境界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好 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